德国汉堡的国家歌剧院内 乐队正在演奏欢快激昂的斗牛式之歌 可他们却不知道 一帮蒙面劫匪已经来到停车场 这些人手持武器 动作迅速地走上舞台 对着天花板疯狂开枪 吓得乐队成员魂飞魄散 控制住局面以后 劫匪首领拿出手机开始直播 威胁政府一小时内送来三亿欧元 否则就将这些顶尖音乐家全部杀害 至此 一场惊天绑架案 正式拉开帷幕 大家好 我是探长K 欢迎回到补影档案局 今天让我们来翻阅动作区 021号档案 黑莲花公主 政府收到消息以后 自然不可能坐以待毙 很快 大批特警赶到歌剧院 埋伏在暗处刺激待发 他们看到劫匪在舞台四周布满炸弹 似乎这并非绑架 而是恐怖袭击 就在这时 劫匪头目从人群中揪出一个女人 不由分说便将其射杀 这残忍一幕瞬间让特警马特丧失理智 他不顾身旁队长的劝说 怒骂一声后扣动扳机 一场乱战 随即打响 在特警们训练有素的配合下 劫匪很快就被尽数击毙 队长找到约翰怒斥他的行动 但话还没说完 一股钻心的疼痛猛的袭来 原来队长在刚才的混乱中被子弹打伤 好在情况并不严重 只需等医护人员赶来就行 然而一名乐师突然拿着引爆器和手枪走来 原来他才是这场绑架的幕后黑手 听着乐师洋洋得意的话语 马特果断转身打飞引爆器 钻井利刃捅进他的身体 遭受致命伤的乐师 不顾一切的扣动扳机 但枪口瞄准的却不是马特 等将他彻底解决 马特转身发现 队长竟然被乐师解决 这一幕令他肝肠寸断 因为二人是数十年的战友 比亲兄弟还要亲 马特没想到自己一时冲动 让二人阴阳两隔 队长的离去让马特一蹶不振 终日生活在痛苦与自责中 他离开特警队 如苦心僧伴在全世界漂泊流浪 一过就是五年 可时间却无法抹去马特心动的伤疤 每当平静下来 他还是会不由自主的想起 曾经与队长一家幸福的画面 最终马特决定正视这段记忆 他返回家乡 鼓起勇气按向队长家门铃 看到马特的那一刻 队长妻子海伦直觉不可置信 他激动地将马特抱在怀里 向女儿安琪介绍他的身份 眼下时过境迁 海伦去年带着女儿嫁给投资商人保罗 他尽管对马特存有埋怨 但更多的还是心疼 海伦清楚队长离去以后 马特的痛苦不比自己少 过去的过去了 最重要的是向前看 他主动邀请马特留下几天 希望能解开他的心结 就在马特赞助海伦家的同时 荷兰移出码头上 国际刑警布拉塞和费舍尔 刚刚破获一起欧洲与泰国之间的特大走私案 审讯途中 一个名叫罗曼的帮派成员出言不逊 刚好被费舍尔听到 当场反手一巴掌打向罗曼 拽着他气势汹汹地朝一边走去 等来到偏僻地点 三人之间的气氛忽然变得平和 原来罗曼是布拉塞安插在黑帮中的卧底 可尽管这次行动逮捕顺利完成 但布拉塞却并不满意 因为他的目标是藏在幕后的黑帮老大 盖布洛 所以罗曼还要继续卧底生涯 直到找出盖布洛犯罪的证据 此时盖布洛已经得知货物被国际刑警扣押 并从合作伙伴那里了解到交易中藏有内鬼 当其对两名心腹下令 不惜一切代价救出这只老鼠 隔天 马特换上运动服 开始崭新的生活 并收获到安妮单纯的友谊 可他却不知道 威胁正在悄然逼近 盖布洛忽然带人找上海伦的丈夫保罗 询问他自己的钱去哪了 原来盖布洛就是保罗的客户之一 给他一大笔钱用作投资 可保罗却暗中拿这笔钱购买了虚拟货币 幻想着一夜暴富 不过市场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这段时间货币价格持续走低 直接蒸发了1500万欧元 盖布洛同样发现这一点 今天来就是兴师问罪的 这可吓坏了保罗 他清楚盖布洛的狠辣手段 急忙解释说软件出了问题 钱仍在账户里 等明天修复好就能看到 这番话让盖布洛将信将疑 他转头看到桌子上的全家福 威胁保罗 如果明天还见不到钱 就要拿他的家人开刀 说完带着心腹博尔扬长而去 路上博尔忽然提起 感觉有人在暗中窥探 二人对视一眼 露出心灵神会的笑容 果不其然 罗曼正坐在路边的长椅上 拿着手机监视 等盖布洛离开后 他大步走进保罗的公司 却不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这一幕正落在盖布洛的另一个心腹 罗白眼中 看来他们已经抓到了老鼠 与此同时 海伦为了帮马特走出阴霾 带着他和安琪来到楼顶的公园玩耍 二人坐上高空秋千 在安琪的感染下 马特脸上终于露出久违的笑容 但有人欢喜就有人愁 保罗回家后 仍在担忧盖布洛的警告 海伦注意到他忧心忡忡 主动询问是不是遇到了麻烦 保罗自然不可能说出实情 只能以工作上的事为由 搪塞过去 隔天 一艘旅游观光船正在河水上缓缓前进 导演激情澎湃地讲述着城市中的历史 却发现游客们忽然面色惊恐 滚步手射 转头竟看到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倒掉在桥下 警方很快赶到现场 布拉塞揭开白布 发现死者正是罗曼 显然 盖布洛已经查明他的身份 这么做就是为了向国际刑警示威 不过盖布洛想要的更多一些 他从博尔那里得知 罗曼曾和保罗接触过 不由得怀疑自己的钱是不是被国际刑警卷走 当即联系上保罗 命令他今天必须把钱拿出来 可保罗根本赌不上那么大的窟窿 只能借口系统还没修复 让盖布洛稍安勿躁 这下盖布洛的耐心彻底消磨殆尽 他挂断电话 命令博尔开始行动 同时保罗也猜到盖布洛要对自己下手 急忙从保险柜里拿出一部手机 拨通里面的号码 这正是罗曼留下的手机 他向保罗承诺 只要供出盖布洛 就能够得到国际刑警的保护 此刻保罗还不知道罗曼已死 将这句话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 布拉塞阿人听到罗曼的电话响起 急忙拉开尸袋 想用人脸识别解开锁平 可惜这招对尸体并不管用 而保罗见罗曼迟迟未接电话 便留言告诉他自己答应条件 与此同时 马特与海伦母女正走在回家的路上 安琪忽然拿出一幅自己创作的画 里面有他们一家三口和高大的马特 很显然 安琪已经将马特当成家人 这让马特无比感动 小心翼翼地将话收进口袋 可就在下一刻 一根球棒突然砰的一声砸在马特的后脑勺 马特转头看到四个不怀好意的蒙面匪徒 四人见他挨了一棍竟然没倒 不由得心生诧异 紧接着抡起球棒如雨水般不断砸下 这一幕让安琪大惊失色 奋不顾身地拦在马特面前 眼看球棒就要砸下 马特伸出左手紧紧钻住 起身一脚将匪徒踹飞 可他转身发现 安琪已经被博尔抢走 自己也被匪徒偷袭打倒在地 眼看他们就要上车离开 马特顿时心急如焚 他顾不得后脑的疼痛 骑上路人的自行车火速追去 惊慌失措的海伦拨通保罗的电话 告诉他安琪被人抢走了 保罗自然清楚是盖部啰嗦的 可他却并不打算拯救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女儿 与之相对的 马特仍在奋力追赶 他朝小路跳上一辆黑车 将手伸进天窗 揪起一名匪徒丢了出去 探头却发现安琪并不在车里 马特只能稳住身形 不断抵挡匪徒的攻势 混乱中 黑车与一辆汽车迎面相撞 马特重重砸在挡风玻璃上 瞬间便失去了意识 昏迷中 他回忆起曾经的时光 队长曾说过 他们就是一家人 可以为了彼此不顾一切 这句话 深深刻在马特的脑海中 等他再度醒来 发现自己被靠在病床上 当地警方准备将马特逮捕 好在布拉赛和费舍尔及时赶来 亮明身份表示接受此案 布拉赛已经查出 被马特打倒的两个匪徒 是联合帮派的人 而所谓的联合帮派 就相当于犯罪团伙的北约 是无数有头有脸的 黑帮结成的联盟 盖部落正是联合帮派的首领 现在首先要搞清楚的是 他为什么要当街绑架安琪 这个原因保罗自然清楚 可他为了自保 根本不可能透露 只能一脸无辜的装模作样 但马特却坐不住了 因为队长生前让他成为安琪的教父 嘱咐其必须保护好安琪 所以马特无论如何 也要把自己的教女救回来 他回家后取出队长的装备箱 决定调查这起绑架案 保罗见状慌了神 生怕马特查出自己和盖部落有关联 金王劝他不要插手 等国际刑警的消息就行 毕竟盖部落全是滔天 甚至和泰国帮派有所勾结 这句话让马特觉察出不对 刚才布拉塞只说联合帮派类似于北约 保罗是怎么知道盖部落与泰国帮派勾结的 显然他藏有秘密 马特一怒之下反手将保罗去拿 连连逼问他安琪在哪里 剧痛让保罗不断哀嚎 只能承认盖部落绑架安琪是为了报复自己 这突如其来的真相让海伦不可置信 没想到竟然是丈夫让自己的女儿身陷危机 但眼下已经没时间责怪保罗 马特收拾好装备 命令他联系盖部落约定交易 保罗只好拨通盖部落的电话 谎称自己这些年存了点钱 希望能以此来赎回安琪 盖部落绑架安琪本就是为了钱 便与他约定在建筑工地碰面 马特得知消息后当即动身 他举枪斜持守在屋外的费舍尔 抢来车后朝建筑工地赶去 海伦顺势邀请费舍尔来家里等待 此时保罗已经明白 自己要遭受法律的制裁 正躲在屋内收拾东西准备跑路 不久后马特赶到约定地点 见到白天偷袭自己的匪徒首领 他表示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可匪徒首领根本不打算释放安琪 气得马特举枪威胁 但对方人多势众 在五把枪的逼迫下 他只能让匪徒首领拿走提包 不过马特暗中藏了一手 提包里并没有钱 而是一枚炸弹 随着匪徒首领打开提包 马特顺势按下引爆器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 匪徒首领瞬间被炸飞出去 马特趁机展开反击 夺过身旁匪徒的武器击毙另一人 而后干脆利落地左右开弓 眨眼间便将三名匪徒解决 做完这些 马特拖着眼眼一息的匪徒首领走进厂房 用绳索将他绑在起重机上 等马特按下开关 匪徒首领只觉自己的身体要被撕开 恐惧与疼痛让他彻底崩溃 还好只说出 该部落就在夜店里 这让马特可能是满意 但他也不会放过面前这个人渣 转身的同时按下开关 随着一道令人心悸的撕裂声响起 匪徒首领的惨叫戛然而止 就在马特赶去夜店的同时 屋内的费尘二忽然听到异响 转头看见 罗柏斜鞋车着海伦走来 原来盖部落已经识破马特的计策 派罗柏来将保罗灭口 二人随即扭打在一起 费尘二尽管是国际刑警 但伸手却比不上罗柏 再加上他赤手空拳 罗柏手持力刃 只听刷刷刷一阵切割声 费尘二被砍得遍体泥伤 带着一脸不甘倒在地上 好在海伦捡起他掉落的手枪 连连扣动扳机将罗柏逼退 楼上的保罗听到枪声 顿时意识到不对 收拾好东西匆忙逃离 此时海伦正在全力抢救费尘二 眼看保罗出现 便要求他帮自己一把 但自私的保罗完全没有理会 跨过费尘二向外走去 这让海伦彻底失望 对着他破口大骂 然而即便如此 保罗仍难逃一死 他刚坐进车里 就被罗柏用利刃抵住咽喉 保罗顿时魂飞魄散 颤抖着声音不断求饶 可他话还没说完 就被罗柏一刀封喉 此时布拉赛火急火燎的冲进房屋 完全没有注意到 自己和罗柏擦身而过 他将飞尘二送上救护车 忽然接到马特的电话 马特也明白 自己单枪匹马干不过盖部落 希望布拉赛能带人赶来支援 挂断电话后 马特已经赶到夜店 一路朝盖部落的办公室走去 但刚到二楼就被拦下 马特懒得与这些保安废话 砰的一句直拳叫他砸倒 而后正灯踹飞一人 乒乒乓乓乓将攻击自己的保安全部打倒 赖和对方布奖伍德使用手枪 好在此时布拉赛即使赶到 但他却没有呼叫支援 同样孤身一人杀了进来 在布拉赛与马特的联手配合下 夜店里的保安很快死得死 伤得伤 再也没人能阻拦他们 既然此情景 盖部落决定先带安齐离开 并留下博尔与罗柏斑后 等马特与布拉赛追到楼顶 正遇到凶神恶煞的罗柏二人 看着比自己大上一倍的博尔 布拉赛主动与马特交换位置 壮对壮 瘦对瘦 这才是公平的战斗 随着罗柏抽出利刃 四人眨眼间便展开生死搏杀 可马特与布拉赛刚经历一场大战 体力被消耗得七七八八 罗柏二人则养金蓄锐 所以这注定是场不公平的战斗 刚一交手 马特和布拉赛便被完全碾压 身上不断增添新的伤口 昏镜中的二人只能改变策略 马特主动找上罗柏 布拉赛也缠上博尔 没想到这样一变阵 反倒有奇效 布拉赛抽出利刃 狠狠刺激博尔的后背 马特则以伤换伤 成功打掉罗柏的武器 反手勒住他的下颚 使出全力 只听咔嚓一声 罗柏瞬间瘫软在地上 马特转头看到 布拉赛正掐着布拉赛的脖子 急忙拎起一块空心砖 狠狠派在他的后脑 布拉赛趁机将其踹飞 布拉赛一个重心不稳倒在地上 原本插在后背的利刃 出现在胸前 被捅了个透心凉 可尽管将这两个难缠的对手解决 事情却仍没有结束 马特将布拉赛拉起来 嘱咐他不要跟着自己 而后捡起利刃 拖着疲惫的身体向前走去 很快便追上带着安琪的盖布拉 眼看马特满脸杀意 盖布拉急忙举一枪挟持安琪 见此清警 马特也不敢轻举妄动 向盖布拉保证 只要释放安琪 自己就会放过他 不过这句话在盖布拉听来 如同夜郎自大 毕竟马特只有一把刀 自己手里的可是枪 就在二人僵持间 安琪忽然狠狠咬在盖布拉手上 随后快步向一旁跑去 马特趁机丢出利刃 盖布拉也慌乱反击 但他仓促的一枪 却没能解决马特 自己的心口 反而多了一枚废刀 盖布拉不可置信地 看向安琪 完全不敢相信 自己一个黑帮帝王 会死在这里 但事实就是如此 他也只能带着满枪的布干 倒在清晨的街道上 一切尘埃落定 六个月后 费尸尔经过抢救成功的 保住性命 并因为勇猛获得奖章 海伦与安琪的生活 走上正轨 盖布拉松的狗窝 也建造完成 自己则再度踏上旅途 去寻找新的平静 以及生命的真谛 黑莲花公主 是上映于2023年的动作电影 如果以五星之来评价 本片的话 阿佩认为剧情两颗星 本片前半段节奏较为脱沓 结局也有些草率 算是一部极格线之下的电影 不过影片主演里 柯范霍文的身材很是不错 A神剑字肉极具观赏性 最后的打斗场面 也可圈可点 如果让小伙伴们评价 你们会给片中的动作场面 打几颗星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想看的电影 也请在评论区留下片名 重粉的K探长 一定会尽力满足 小伙伴们的要求 好了各位 今天的答案阅栏到此为止 您的支持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麻烦大家多多点赞订阅 我是探长K 我们下个答案见 拜拜